快乐到底是什么? 传神制作小组特别来到了瑞典斯德哥尔摩 让Lina Maria她自己来告诉你她快乐的原因 我们一起来收看这一集的福音写真 是然后風 Suddenly 似心二船 communism对心富深与狮子 之神的心草 父華同 erzähl地沙周 大吉兰 大吉兰 då brister själen ut i lov som styrt Åh, store Gud! Åh, store Gud! 經過了長途的飛行,我和船神製作小組在中國農林年間抵達了冰天雪地的北歐瑞典,向來習慣溫暖雅熱帶氣候的我們,斯德哥爾摩零下六度的低溫是相當悍有的體驗,然而連那熱情的笑容與接待,卻是寒冷的瑞典中最真實的溫情。 還有另一首歌 拍攝期間的朝夕相處,我們被連那那股從裡到外自然散發的喜樂、開朗、自信所深深打動 每時每刻總有許多令我們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 連那雖然沒有雙手,但是生活中的大小事物她都能處理得很好,尤其當連那開著經過特殊的雙手,她都能處理得很好。 特殊改造的車子奔馳在高速公路時,她熟練的技巧與高速的快感 實在讓我們感受不到她和一般常人有什麼不同。 請你去跟電影講求? 我 usually ask them to help me. 現在我可以讓你幫忙嗎? 請你去幫忙嗎? 其實 oldest十分相當時,要求我幫忙。 我請你幫忙。 因為這天啊,要求你幫忙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莲娜从18岁开始学习开车 她并根据自己身体的特殊状况设计改良坐车 过去她是直接以脚来控制方向盘 现在她则是在原本踩刹车及油门的地方 加装了一个控制器来操作汽车的所有功能 看着独立又自信的莲娜 让我们对她十分的佩服 然而当我们知道她辉煌的过去时 更让我们惊讶不已 莲娜三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训练之下 开始学习游泳 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将自由式游得很好 也因此莲娜游泳的潜能被充分地激发 15岁那一年 莲娜因为优异的成绩而入选为瑞典国家代表队 18岁时参加世界冠军杯比赛 打破了世界纪录 并以蝶式勇夺的四面金牌 从小莲娜就喜爱音乐 在歌唱方面更是展露不平凡的天赋 虽然她没有双手 但至小就学习用脚弹钢琴 边弹边唱 高中毕业后进入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学 主修声乐 开始接受许多正式并严格的专业训练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莲娜的成长过程 我们一行人花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 才抵达了莲娜父母位于郊区的家中 莲娜的父亲原是一名警察 退休后在郊区经营麻场 母亲则是一位副健师 当年生下没有双手的莲娜时 对她们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当时甚至有医生建议她们 把莲娜送到社会福利机构 但是她们坚持要用最大的努力 将莲娜抚养长大 因此在莲娜心目中 父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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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Hallelujah, Amen Saint the Lord 莲娜的母亲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 还特地亲自下厨做了一顿瑞典的传统美食 令我们非常的难忘 莲娜的父母用尽了心思培养她成长 然而这段路途却是漫长而艰辛 当他们第一眼看到重度残障的莲娜时 就开始承受了难以煎熬的痛苦 直到如今 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 内心仍百感焦急 你会说我们的孩子 当Lina Maria年代才长 你觉得你对那时刻吗 我父亲和父亲 我感到失离了 首先是以前 我们不讲迫的 我有一生 许我会在那时刻 我会被淘汰 所以这段时间 很长时间 我可以说 我会拒绝了 我会拒绝了 背着往事 全家人的内心都十分激动 接着莲娜的母亲告诉了我们 许多不为人知的心酸 说着就落下了来 我认为只有一个让人知的心 当你具有些问题 你需要贵很多 你自己会贵的愿意 也会贵多产 你会贵多些 是非要有其他人在做的 就要求不成为了 和Lena 我们有时都会说 当我没有飞行 我真的没有成功 就会不会和她 就是同样的 我们也不 Raven 不成功 我們也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因為他們沒有出現 這個肖童的情況 他們有在一段時間上 他們有一個肖童的肖童 在一段時間上 我們沒有被保留她 所以我們很開心 我們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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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莲娜为了克服没有双手的困难 只能利用各种方法 来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物 就连一般人习以为常的买菜购物 对莲娜来说都是一项考验 或许我们觉得她生活得很辛苦 但莲娜却认为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可以抱怨 但也有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 就像她从不抱怨没有手 反而坦然地说自己不需要双手 因为人生的快乐 并不在乎有没有手的存在 而是生活中有没有爱 就是这些信念 让莲娜拥有喜乐的人生 莲娜甚至坦然地说 从不为自己的身体难过 因为现实生活里 总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妥协 和身体的残障 妥协合作 就是她的人生 如果有人看到你没有眼睛 然后一天他看到你眼睛 他会来到你 说你眼睛 同样跟我 如果你知道我 你不会想到我的手脑 但如果第一次看到我 你会看到你的手脑 你会看到你的手脑 这一天我们正要从斯德哥尔摩的火车站出发 前往瑞典的郊区 对于是 这就是哈娃尔 这就是 这就是 的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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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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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never sad about my handicap because I never thought it was something to be sad for it was no one who told me that 那我患上患,那是很自然的在家的生活 我的父母,他們給了我很多時間 只要玩我自己的手,找我自己的方法 找我自己的方法,找我自己的方法 我認為我也是很優秀,因為我有這個家庭 因為我自己的確保, 它是很難找到,如果你有父母親愛你 想不講到可否的時候 又還是說 therapist 那我跟各位現代提時 我和歷子吓得 failing 我會貴身體苦時 打贏地時我和歹抗 我和我譚人說得想像我其中一人 我和大家在喰 Anna 但我會不批評 所視牛的心情 第二天